大家好欢迎来到苹果Mail的频道 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我iOS14桌面设定内部影片得到了极大的回响 在内部影片里面我已经跟大家讲解过如何使用捷径跟WidgetSmith 这两个App来打造专属你的桌面 包含设计你自己的Widget还有换AppIcon等等的 如果你还没看过那部影片的话可以点击上话资讯卡或是下面的说明栏我也会贴连结喔 今天来要跟大家分享更多iPhone桌面的玩法 包含更多免费的Widget制作软体 还有怎样把你的App全换成同色系的Icon 让你有更多工具可以打造专属于你的iPhone桌面喔 那在开始之前记得要按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一点小小的支持是我视频的最大的动力喔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次桌面的特色 我这一次把AppIcon全部都改成同色系的 不像上一次都是用照片 然后我把App的名字全部都拿掉了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部分 就是这一次我使用了隐藏Dark的桌面 就是下面这一条原本会有框框框起来 然后使用了这个桌布之后就不会看到那个Dark了 这一次我选了三个颜色当成我的主题 分别是粉色绿色跟坨色 然后这一次在Widget部分呢我使用四个不同的App 第一个是我之前就已经讲过的Widget Smith 然后第二个是绿色这一页右下角 使用的是Digital Clock Widget 最后也有使用两个新的App 第一个是Battery Plus 另外一个是Widget Redo 这些呢我们等一下都会一一讲到 那在设计你的桌面之前呢 你要先想好你的风格是什么 下一部影片有很多人问我那些风格是去哪里参考的 我是在Twitter上面打Hashtag iOS14Homescreen 就会有非常多超级有创意的风格可以参考哦 那想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搜集一些素材 就是下载一些图片啊什么的 那我几乎所有的图片都是在Paxos.com上面找的 然后icon的部分呢 我是在Flaticon下载 然后自己换颜色 这些网站我都会贴在下面 但是如果你要自己换App icon的颜色的话 我建议除非你Photoshop功力很好 不然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因为像我就没有Photoshop 所以我就用手机里面的App 一个一个慢慢换颜色就花了蛮多时间的 那如果你需要这些icon或者是背景图片的话 记得要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再来在桌布的部分呢 我这次使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桌布 它可以隐藏你的Dark 就是因为在特定颜色下呢 这个Dark的框框就会消失 虽然说这个功能在iOS14之前就有了啦 还有呢就是我现在用的桌布 它是给淡色模式用的 如果你是开启深色模式的话 它就要下载另外的桌布 那这些桌布呢 我都是在日本的一个网站下载的 我会把链接贴在下方 那这个网站的作者也非常的有创意 除了隐藏Dark的桌布之外 它也做了很多非常有趣的桌布哦 我一直看了它网站才知道 其实桌面的资料夹名称是可以隐藏的 就是你要说了一个很像空白 但其实不是空白的文字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它的网站看看哦 再来呢我们要来讲到Widget的部分 上一部影片里面 有跟大家介绍过WidgetSmith这个App 它其实已经算是现在第三方App里面 功能最多的一个了 还没有带办事项啊 寄付期或是放照片等等的 但是我觉得它因为现在刚开放没多久的关系 所以有点不稳定 不然它的照片有时候会突然跑掉等等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另外四个制作Widget的App 那第一个我想要讲的是Widget Redo 这个App的免费版本 只能制作一个你自己的Widget 那我们现在点进去这个App看看 那上面这一排全部都是它的示范 但是这些都是要付钱的 所以我们按一下下面的加号 这边呢你就可以选你要做小中大哪一个尺寸 那决定好之后呢 你可以想一下你的格子要怎么画 它的格子可以随便画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一整格的话 其实也可以 那要怎么画这个格子呢 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Edit 这边呢你就可以拖拉这个格子 或者是你随便按一个加号 它上面这边就会有一个Layout 你就可以再切格子出来 切完格子之后呢 你就可以一个一个决定你要放什么东西 它的功能也蛮多的 就是可以放图片啊 形式例或者是音乐 但是目前音乐好像只能放Apple Music 那这边呢可以看到我自己 左边是放记步器 然后右边是放电量跟倒数计时器 那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这边呢就可以客制化你的记步器 像是你想要用怎样的图表啊 或是对齐的方式 那下面这边呢你就可以选字形跟背景 那在背景的部分呢我选了一个图片 你可以调它的透明程度跟模糊程度 最下面呢是字体跟图表的颜色 那因为我的背景是深色的 所以我前景就用浅色的 那我们回到前面看一下 我这个倒数计时器的部分呢 我就用相反的颜色 当然你可以不用那么复杂 用个一两格就好了 设计好之后呢我们回到桌面 这边呢长按空白处我们进入编辑 按左上角的加号 这边找到WiggeryDo的App 这边你可以选你刚刚设计的大小 那我就是选中的 那这个Widget刚加入桌面的时候 它会是一个空白的Widget 那这个部分呢 你一定要在抖动模式下去按它 才可以编辑 然后选你刚才制作的那个Widget 这样就完成咯 再来呢我们讲一下 这个左上角的Battery Plus 它也是免费的 可以在App Store下载 点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你的电量啊 储存空间等等的 然后我们按下下面第二个Think 往左滑呢 可以看到不同大小的Widget 下面这边呢可以编辑它的颜色 不过它的颜色其实都是固定好的 没有什么选择 选好之后呢就按Set Thing 一样呢我们来到桌面新增Widget 就是长按空白处进入编辑模式 按左上角的加号 找到Battery Plus 这样就可以新增你想要的样式 然后我觉得这个App很不错的 就是你在新增Widget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你要新增的样式 因为之前用过所有的App 其实都是先新增一个空白的 然后再点进去做编辑 只是这个App它的缺点就是 它的颜色跟内容比较有限一点 那下一个呢我们来讲这个绿色的Digital Clock Widget 它是一个可以使用你自己的图片 当成背景的时钟App 那我们点进去看看 这边呢就可以看到小中大尺寸的示范 那我们点一下左上角的Choose Template 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时钟 那下面的这些时钟都是要钱的 所以我们就自己来设计一个 那首先呢我们先点左上角的Basic 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往左画 可以看到小中大的尺寸 那我们这次先选一个小的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选一字的颜色 然后Background 下面有一个Background 你就可以选不同颜色 或者是你想要用自己的图片 那我们就新增一个图片 它图片跟字用好之后呢 你就按右上角的Apply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大中小尺寸的Widget 会长什么样子 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桌面我们来新增Widget 也是一样我们常按桌面进入编辑模式 然后按左上角的加号 然后就找到这个Digital Clock Widget 然后选加入小工具 这样就完成了 再来最后呢我们来讲到一个App 叫做IDget 这个App非常有趣 因为它可以制作跟背景融为一体的Widget 我们操作一遍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首先我们进到IDget之后按制作 然后你就选你的桌布 选完桌布之后呢 它会让你选你想要用小中大尺寸的Widget 那你就选 例如说我们现在选小的好了 然后按右下角的Download 然后选保存 那保存完图片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换桌布 然后这边呢我们就来新增它的Widget 用加号 然后我们下面找到IDget的App 然后选小的 然后选小的之后呢 你就可以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它就可以让你选你要左上 或者是右下之类的位置 那我们现在先选左上 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融为一体的桌面 然后你在编辑的这个部分除了可以选位置之外 你下面也可以选一个你想要的网址 就是你点入这个Widget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把你开启一个网页 这样子 那目前看起来 它上面那个IDget的名称是没有办法弄掉的 所以就有点可惜这样子 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下 融入背景App icon要怎么制作 首先你的背景当然是单色的 像是白色啊 或是粉色等等的 然后你就直接拿这个背景去做App icon的背景 然后这些icon的图示我都是在Flat icon这个网站下载的 我会贴连接在下方 接着呢如果你要换颜色的话 其实最快的方法就是用Photoshop 但是因为我自己的电脑不够力 所以就没有办法用Photoshop 所以我是用手机来换颜色的 那我使用的App叫做Photoshop Mix 可以在App Store下载 但是要先警告大家用手机做真的蛮花时间的 那我这边就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首先呢打开Photoshop Mix这个App 然后我们选右上角的加号 新增一个专案 然后这边影像的部分呢 我们就选你刚才下载好的icon 那我们就用一个地标当成是这一次的示范 然后接下来呢把它调整到适当的大小 然后我们按右边的加号 选新增影像 然后影像的部分就选择你的背景图片 那我背景图片是这一张 然后我们压住右边的icon 然后把它往上拖 拖到这个图片的上面 接着呢我们把这个背景放大 放大到剩下单色这样子 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两张图片合在一起 我们先点一下icon 然后再点一次 记得要分开点哦 然后选向下合并 这样子它就会变成同一张图片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我们要把黑色的部分挖空 我们点一下这张图片然后选挖检 然后要记得要选简序 然后我们把黑色的部分都挖空 黑色挖空 然后按右边的打勾 这样子中间的部分就会中空 然后我们要来新增一个你的icon的颜色 按右边的加号 选色彩 色彩这边呢你就选你想要的icon 那我想要一个咖啡色 选完之后呢就按完成 然后它现在是叠在上面 那我们就把它拖拉到这个icon的下面 这样子就完成咯 然后我们按右上角的输出 然后选胶卷相机 它就存到你的相簿里面 接着我们就要进到之前交过这个捷径的部分 来制作专属你的app icon 然后我们进到捷径 然后我们新增 然后选加入动作 那这边在搜寻的部分 你就要选打开app 那这个打开app的部分 有些人找不到 你就要用开启app 然后在选择的部分 选择哦不是别的地方 按选择哦 选择的地方呢你就选 你要的app 那我是选地图 然后按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然后选加入主画面 主画面 然后这个蓝色的框框 你就可以选你刚才制作好的那个icon 然后名色的部分呢 我们再次让它空白 然后接下来选右上角的加入 它就会加入主画面 这样加入之后呢 你的app就会完全融入这个背景 只剩下中间你要的颜色而已 它用捷径制作app的缺点就是说 它的右上角不会有红色的通知 然后你每一次点进去之前呢 它都会先跳到捷径 它这边呢也要教大家一个方法 可以淡化这个进到捷径的步骤 就是让它可以不要那么醒目跟刺眼这样子 我们先到设定 到设定之后呢选辅助使用 辅助使用里面有一个动态效果 然后动态效果里面有一个减少动态效果把它打开 然后下面有一个偏好交叠淡出过长效果 也把它打开 它就会有一点淡出淡入的感觉 不会像之前就是好像跳出来又跳出去的那种感觉 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一开始使用可能会有一点不习惯 那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 如果你有需要桌布或是icon的图片的话 记得要在下面留言跟我讲哦 也可以到Instagram跟我分享桌布的成果 如果我看到一些不错的话也会跟大家分享 所以赶快去追踪我的Instagram吧 我的账号是AppleMay123 AppleMay123 我还有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